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固定主持人 身高159公分的小亮哥 经常扮演小孩子或者反串女孩子 不过也不损小亮哥的地位 当年40岁的他与小自己13岁的林姿佑一起步入婚姻 之后一直是公认的模范夫妻 如今二人结婚已超过20年 不料却被爆出 险些婚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身上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经历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艺人小亮哥的故事 资深艺人小亮哥是童星出身 在圈内活跃数十年 为综艺圈贡献大半辈子的他 今年是半退休状态 毕竟有了些年纪 身体状况不太好 据了解 小亮哥过去曾通过眼睛做全身健康检查 国际红膜学权威 罗大恩医生当时透露 眼睛红膜区的状况可以对应身体不同器官 就像中医全西律概念 怎知小亮哥竟被诊断出有实质症风险 但他认为自己的健忘程度很轻微 顶多是忘了东西放哪而已 所以并未放在心上 为了小亮哥再传健康链红灯 据TVBS报道 小亮哥的妻子林姿佑透露 老公在某天忽然感到晕眩 让他必须抽出更多时间照顾老公 他推测老公是外出聚餐后影响睡眠 见上冷热温差大 又饮用含高咖啡因的生茶 才会出状况 他最后说 自己为了老公的健康 正在管控对方的饮食 希望解决老公肚子太大的困扰 小亮哥与妻子林姿佑结婚已经有20多年 育有两个儿子 婚后两人也是很甜蜜 林姿佑十分分柔贤惠 俩人还一起参加了许多节目 二十多年如一日的生活 在别人眼中 俩人就是一对模范夫妻 据透露 小亮哥的妻子林姿佑比他小了13岁 所以当小亮哥上门提亲时 遭到林姿佑爸爸的前列反对 据了解最后是小亮哥 软磨硬泡去提亲了三次才成功 小亮哥与林姿佑夫妻俩 日前参加卫视中文台的节目《一代女王》 节目中小亮哥透露 40岁时跟林姿佑结婚 婚后二人特地买了加大双人床 为了避免卷被子感冒 二人哥自有一床棉被 有一天他发现心安的棉被不见了 原来是妻子林姿佑拿去丢了换成蚕丝被 原本是一斤重棉被 变成一斤半 让他超级不习惯 气到整整两个礼拜睡不好 小亮哥透露 自己习惯抱着重棉被睡觉 被妻子换成蚕丝被就算了 没想到过没多久 妻子连枕头也换掉 让他火大甚至一整个月都没有睡好 对此林姿佑表示 棉被救了有尘满 枕头救了支撑度就不好 至于为何不先跟小亮哥商量商论 林姿佑直接回说 不用讨论 直接换新的就好了 林姿佑也在节目上自爆 因前阵子金价高涨 他私自做主 将小亮哥的四十五条黄金手链 数枚金戒指偷偷点当 共变现约十二万元 又在没告知的状况下 将变卖的现金 带全家人一起吃喝玩乐花光了 此话一出 小亮哥表情相当错愕 眼泪更不自觉飙出 我们家有穷到 要卖金饰吗 林姿佑得意地表示 自己是在帮老公理财 因为那些金饰他都用不到 全都换成家人间珍贵的回忆 比起黄金放在保险箱里实际多了 主持人小珍开玩笑地问小亮哥 有没有很想把老婆也当掉 一席话笑翻现场众人 无独有偶 小亮哥也要对妻子告解 日前没和妻子商量 就私自把保险单受益人 改成两个孩子 小亮哥解释 身边刚好有两份受益 一个小孩一个 到时办后事就不用操心钱的问题 小珍惊呼 你们夫妻心机好重啊 一个卖黄金 一个改受益人 林姿佑还控诉老公 时常为了捧场 向朋友买一堆保险 却对保单的内容忽然不知 如今又没有事先告知 就把自己原先 身为受益人的名字改掉 心寒老公到底把自己放在哪里 还好小儿子王汉谦赶紧跳出来跟他说 受益人是我 钱就会到我这儿 我的就是你的 林姿佑这才放下心 小亮哥和妻子林姿佑结婚多年 虽然早已是老夫老妻 不过小亮哥仍不吝啬 对林姿佑表达爱意 小亮哥曾在节目《命运好好玩》上分享老夫老妻的相处之道 小亮哥就提到 他已经习惯家庭生活 也习惯有老婆和孩子的陪伴 因此 当妻子小不在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恐慌 小亮哥分享 有一次林姿佑带儿子到美国11天 没想到妻子小一离开 小亮哥就崩溃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 眼泪一直流 小亮哥因此求助心理医生 不过经过此事 小亮哥才惊觉 原来人是这么脆弱 老婆和孩子离开你 内心的世界就这样崩溃 林姿佑在旁则补充说 他才刚离开 小亮哥就打电话来问 你们就要走了 他发现老公听起来就快哭了 而林姿佑一到美国后 就赶紧打给小亮哥报平安 同时 林姿佑为安抚老公情绪 他白天忙儿子在美国学校的事务 晚上则陪小亮哥讲话 你让林姿佑直呼 我整天都没有睡觉 看着如此恩爱的二人 谁能想到他们竟差点分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前 林姿佑曾透露 因为自己比小亮哥小了13岁 当时年轻的他在谈恋爱交往时 很希望有少女谈恋爱的浪漫气氛 但小亮哥正值事业巅峰 工作忙碌 要可以抽出时间才能约会 而且对方个性 大男人主义 不时爱监控他 也不准他打电话查钱 让他受了不少委屈 当时仍是少女的林姿佑 一直希望能像其他情侣一样 搂搂抱抱 对另一半撒娇 但小亮哥总是正经地回应 不用这样子 你是我之后要娶来当老婆的 如果我对你有这么多花样 未来结婚怎么办 再加上小亮哥在床世上冷淡 一周仅缠绵一次 就算恩爱了也不温柔 林姿佑也因此一度与小亮哥提分手 想说找个年轻男友比较好 但后来又把小亮哥追回并结婚 此时问题又来了 林姿佑结婚后才发现 原来老公是热衷房式的 只是他交往时故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热衷 我连怀孕的时候 他都会想要一直做 但林姿佑真的无力配合 他说女人在怀孕后期真的很为难 要兴奋还是不兴奋 整个肚子变硬是很不舒服的 因此林姿佑坦言 在怀孕的那段时间 自己很抗拒这件事 但小亮哥却乐此不疲 甚至还会说 难道你要我在你怀孕的时候 出去找别的女人吗 不过幸好在林姿佑认真沟通后 小亮哥也变得比较尊重妻子 会等妻子愿意才做 林姿佑也透露 曾被第三者插足 林姿佑有一位好闺蜜 但这位闺蜜经常插足别人的感情 林姿佑在生完儿子之后 邀请朋友来家里玩 有次听到她的闺蜜 给自己老公说了一些露骨的话 这样林姿佑十分生气 林姿佑也在节目中分享自己 有对第三者的诀窍 不动声色 减少往来 检查手机等 在林姿佑知道这件事后 便很少让自己的老公 与自己的闺蜜见面 不让两人有接触 这些妙招也让她的婚姻 可以一直平稳地走下去 2022年 小亮哥和林姿佑 连妹做客谈话节目 单身行不行 被问到有没有想过 或许离婚会更好 两人均举了同意的牌子 林姿佑指出 婚前小亮哥说很喜欢小孩 在这个年龄 应该要赶快生 于是她25岁结婚 26岁就产下第一胎 只是孩子出生后 不论是哭了 或是尿不湿了要换 全是她处理 小孩有任何需求 老公也会要他们去找妈妈 林姿佑不禁感叹 为母则强 这句话所言不假 有了小孩就会去学习 却想办法解决 等孩子长大了一点 林姿佑希望小亮哥 可以带两个孩子 多接触户外活动 没想到打篮球 踢足球 去公园玩 她都觉得很无聊 总是坐在旁边 让小朋友自己玩 最后变成 只是接送小孩而已 无法参与中间的过程 小亮哥有点不服的反驳 虽然是真的很喜欢小孩 但当爸爸的时候 已经41岁 体力难免会比较差 至于陪玩的部分 她没好气地说 我159公分 去哪里打篮球 从以前就不会打篮球 他们玩 我监督看 有没有发生危险就好 如今两个儿子 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都非常优秀 这也让作为妈妈的林姿佑 十分骄傲 为了让小孩有好的教育环境 妈妈林姿佑可是下了苦心 从小就送他们上双语班 一周七天请家教补课 还要上才艺班 几年间更是花了上千万 林姿佑希望儿子外语好 就送他们去念私立复兴高中 为了多陪伴孩子 林姿佑每年都当学校爱心妈妈 她也陪儿子单车还岛 她笑称快死了 但很漂亮 很难得 林姿佑如此用心地付出 也换来了回报 身高177公分的帅气大儿子 王汉俊 高中毕业后被11间美国名校录取 最后选择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念商学院 王汉俊在暑假时 回台担任该校新生说明会召集人 他透露 很多美国人思想比较保守 比较有距离 所以要逼自己主动开口社交 而问谈到感情状态 他则害羞表示 喜欢亚洲女生 有追过 无固定伴侣 还开玩笑 交不到女友 可以交男朋友 没想到妈妈林姿佑开明表示 我认同 显示母子俩亲密无减 小亮哥有现在的成就 离不开妻子林姿佑这么多年的付出 也祝福小亮哥及家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 越来越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possono给评论区留言论区留言区